但是我要告诉你 迟早有一天 我还会跟他诉论 他说的不对 我们俩没有付费的打算 刘志 收受贿赂 违规签约 利用不正当手段竞争 并煽动手下 在内网发帖 进公司车厂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无限可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我有证据 作为专制主播 我加入了贵平台的主播微信群 群里面的人都知道 想要上好的推荐位 都得给刘志好处费 我私下已经联系了 田丽 张恒 方可飞 他们三个人 分别在半年之内 给刘志转了三万七万 和十万不等的好处费 具体情况 可以向这三个人详细了解 我有微信解图 刘志 你解释一下 罪口喷人 我够你们 我怕你不敢 我现在手上有证据 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 指使手下发帖 制造舆论 因为我爱情公司的名声 另外 我很感谢你 对于我婚姻的关系 但是我和我太太之间 感情很好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是并没有感情剥离 说多了我怕你不懂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迟早有一天 我还会跟她复复 她说得不对 我们俩没有复复的打算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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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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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需要证据的话 随时找我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会出现在 我儿子的这个会议室 妈 你找人家走吧 别在这儿瞅了 不是 我回去跟你解释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 说清楚吗 喂 莫莉啊 你跟季草啊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坐下来好好说 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们在外面等吧 不是说了吗 他们的事情自己做主 不是 这不没解释清楚呢 你放心 我女儿吃不了人 好 莫莉好好说啊 阿姨 阿姨 给她一点空间 好 我请快点 好好好 张晨阳 你快点 快点